为了攫取政治利益 大搞政治操弄 美国拜登政府宣布将对中国纲领征收三倍关税 对此中方已严正指出 关税是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体现 美国政府是一错再错 针对这一最新情况 《香港南华早报》4月18日报道称 拜登此前维持了前任特朗普政府最初对华征收的所有关税 如今则是首次对中国商品提出重大关税提案 报道援引多名分析人士指出 中国可能会对美国发起反制措施 这将在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形成一个新的贸易战场 中方专家认为 虽然美方此举处于选举考量 但对华小动作或将持续到今年年底大选结束 因此中方制定反制措施时不会考虑其选举因素 美方专家则提到 虽然中国在美国钢铝进口站里其实很小 这对整体美中贸易影响有限 但可能标志着两国间西一轮贸易交锋的开启 这一层面上的意义则更为重大 新加坡管理大学法学教授高树超表示 如果中国通过对美国企业征收反补贴税 对美方拟议的关税采取反制措施 他不会感到惊艳 我不认为近期会误会有帮助 因为这些更多是为了稳定两国关系 避免在台海等问题上出现重大意外 成为资深国际贸易问题研究员的他指出 但这些不太可能缓解人们对经济竞争的担忧 在拜登寻求连任之际 一直到大选 美国都会对中国采取行动 中国发起反制的规模将取决于美国最新调查的影响有多大 李祥表示 尽管此举是由选举推动的 但中国在制定反制措施时不会考虑这一点 根据中国海关的数据 今年3月 中国钢铁出口量增加至989万吨 比2023年3月增长25.3% 为锻造铝和铝产铁出口量达到51万吨 同比增长3.1% 同时 今年2月 中国向美国出口的钢铁仅为12万220吨 对此商务部回应称 中方注意到有关消息 美方对中国的指责没有事实依据 相关措施是典型的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做法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美方无视国际经贸秩序和规则 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滥用所谓301关税复审程序 公开要求随意调整对中国产品关税 转价矛盾 指一错再错 也无助于解决美国内产业面临的问题 美式亚别国限制中国产品 更将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稳定 我们敦促美方正视自身问题 停止提高对华产品关税 便立即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措施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换卫自身权益